上个月台北市美国商会发表 2017台湾白皮书时 就提及对美国猪肉和牛肉产品进口的限制 还说台湾与美国要签署双边贸易协定 台湾势必得在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 为什么不论蓝绿执政 美猪进口的问题一直都存在 美猪争议又在吵什么 一分钟带您快速了解 台湾自2005年起就已经开放猪肉进口 包括美国猪肉产品 其中以冷冻肉和杂碎占最大宗 每年占比约在98%到99%左右 其余项目包含生鲜冷藏肉 调制肉肉罐头 换言之 目前争议的重点在于是否要开放 含瘦肉精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 俗称瘦肉精的莱克多巴胺 是一种β促效剂药物 可被用来作为动物饲料添加物 用以助长猪牛火鸡 伸出肌肉减少体脂肪 美国在制定的容许残留量下合法使用 但目前的实验数据无法确定 其是否会对人体产生其他副作用 对于瘦肉精的开放 2007年卫生署预告残留标准 并通报WTO 预计在国际制定残留标准后宣布开放 最后在国内猪农抗议下 不得不禁用瘦肉精 民进党在野后 原本持开放态度的前农委会主委表示 不应畏惧美方施压 而国民党在野时也曾要求不要开放 但执政后也改为倾向开放 蔡英文政府上台后 前农委会主委曹启宏 在回应美猪问题上 遭在野党批评 发家玩 民进党政府对美猪的立场 大致可归纳为 没有风险评估前不讨论开放 现任卫副部长陈时中曾表示 只要确保使用安全不反对解禁 总统府日前回应 政府将在国际规范下 采取科学证据的风险评估措施 作为保障国人食安的依据 整体而言 在有关双边经贸谈判上 政府乐见台美相关贸易沟通与合作 持续进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